辣条作为垃圾食品到底有多脏 厂家透露真相 网友 辣条也变了 辣条可以说是99个百分点的网友 最离不开的一种小零食了 从小时候就开始吃一直到现在 还是对辣条的迷恋程度很高 而且市面上也生产了各种各样的辣条 让人应接不暇 不过对于我们喜欢吃辣条的人 来说 不管是什么品牌的辣条都喜欢吃 可是相反的是辣条 也是父母最反对我们吃的一种零食了 他们一直都说 辣条是最不卫生最脏的小零食了 而且这些年新闻和网页 也在一直暴露辣条的一些生产环境 看起来真的很脏 很不卫生的样子 可是看完之后 好像完全不影响我们吃辣条的心情啊 这就是辣条的魅力吧 不管你怎么说 他不好 我就是喜欢吃啊 可是辣条 一直都被誉为最脏的垃圾食品 但是辣条到底有多脏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用现代人的眼光考虑过这个问题 首先以前技术比较落户 做辣条全部都是人工完成的 确实是有些小一点的品牌 作坊不讲究卫生 或者工人 就是村上一些找不到工作的老阿姨们 他们本来对卫生就没有要求 做这种别人吃的东西就更不在意了 真的是存在之前新闻 或者是网上暴露出来的那些问题 可是今天小五要问大家一句话 辣条多少钱 一包啊 便宜的五毛钱 贵一点的 也就三五块钱 人工现在多少钱呢 一个工人一天工资 至少一百元吧 如果是男性的话 就更不用说了 去工地 还能给个三五百呢 所以现在最贵的是工人 再加上现在 是机械化的时代 小五是河南人 我们知道卫龙 就是河南的品牌 我采访了一个老家这边 做卫龙的厂家 他们告诉我一个真相 现在他们车间 基本不太需要工人了 全部都是机械化 比人工工作的 快还省钱 最关键的是 机械化的车间 全部都是无军操作的 很干净 如果说吃辣条 你还在纠结 二零年前的卫生问题 那就是多余的 只要是大一点的品牌 现在都是机械化了 根本不存在 我们担心的这些问题 现在吃的辣条 也不再是以前的辣条了 不过有一点不变的 是现在的辣条为了口味 还是一样的添加了 不少的添加器进去 这才是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呢 网友直言 原来辣条也变了啦 所以我们吃辣条 没必要纠结 卫生问题了 不过前提你买的辣条 必须是大品牌 不能是三无产品啊 你们怎么看呢 有没有不一样的看法 或者给力的事情 更多精彩 一起分享 图片与文章 来源于网络 如若侵权 联系删除 OK